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会去寻找 学习 理解 净土法门它的源流 就是我们去try 去尝试一下 去找一下净土法门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 当然谈到源流 我们在很多时候 不管是我们的实习生活 还是在佛法里面 都是在台源流 台传承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修 有没有去try 去过我们自己的family tree 找看过我们的家谱 发现自己父辈 祖辈 在祖辈 最往上面 一直往前面看会翻到 大概都会在福建 广东 潮州 海南这一代是吧 我们这个喜马这一代 再往前呢 我们的 这前面那些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的 这前面那些祖先是从哪里来的呢 河南啊 陕西啊 甘肃啊 山西啊 这一类 其实我们谈这个南方人 北方人 往前面看基本都是北方人 大体上都是 就是祖先的学妹的关系都特别近 我记得以前我和这个我们老领长 就是前领长 李慕若居士 以前我们坐着这一期吃饭的时候 我们聊天 因为他姓李嘛 我们就随便聊起来 然后我说你这个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翻这个家谱翻来翻去说好像就是农西李氏 农西李呢 我们知道就是李世民这个家族 唐代的皇帝 我说你是农西李 哦 我说农西大家知道在甘肃的天水旁边 我的家乡是天水 我说会不到我们两个可以做这一期吃十九年的饭了 可能是母朝母代 我们本身就在一起 可能是共识过了 或者是一起修行过 这就是有时候谈到这些时候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看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了 可能真的不是这一生才有的 可能是都是多生多结的因缘了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净土法门的这种法媒 那么净土法门的法媒 当然我们对要关注的问题就是 净土涅佛法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这种涅佛的思想是怎样传承的 那么净土法门呢 这种传承又和其他的宗派 其他的法门有什么不同 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传宗的法媒传承里面 这个在一次的领三法会上呢 罗基凡王拿这个金莲花供养释迦佛 那么释迦佛呢 拿这个金莲花呢 就这么微微含笑 也不说话 这个地上做的这些弟子呢 出家在家的都面面相去 不知道佛字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唯有 谁 大家设宗者 破颜微笑 那么大家设宗者一笑以后呢 十小时钟就开口了 说什么呢 我有 涅槃妙心 我有正法眼障 这种实相无相之法 我有这种微妙法门 并且这种法门呢 是不立文字 教为别传之法 教为就是脱离了语言文字相了 脱离了思维相了 脱离了言说相了 是不可思议之法 唯有以心应心的一个特殊法门 传给默和家舍 所以 心心相应这个词呢 这是佛门的成语了 后来我们可以用来用去 用成男女之间的事情了 对不对 这就是词语在 时间的长和流展过程中了 它是会变化的 这个谈心心相应 最大就是谈 释迦佛和默和家舍 心心相应 以心传心 释迦佛没有开口 但是默和家舍知道 他没有开口这种沉默里边 所有的意思 知道他心里 释迦佛心里边 所想要述说的内容 但是这很多这种境界 他只有当同境界的 同层次的人呢 互相之间能够体会 能够感受得到 那么如果说 他不在同一个栏文上面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 那么从这个释迦佛把 这种实相 无相 无故相 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 这种实相之法 这种涅槃之法 不生不灭之法 这种我们自信本具的 这种自信亲近之法 我们自信本来已经成佛之法 传给默和家舍 那么这种境界 这种意理 又用我们的语言文字 来描述 所以呢 自能可能用一种动作 一种posture 或者说是一种眼神 传递过去以后呢 对方如果到达了 这样的领悟的境界呢 他就能够感受到 然后这个我们看从 释迦世宗传给默和家舍以后 默和家舍 然后他依旧把这个法门一直传下来 传到二族 承宗的二族 就是阿难宗者 三族 沙拉和修 然后到四族 尤婆居多 到五族 提托迦等等 一直到第十族 谢宗者 我们比较熟悉的 还有第十二代祖师呢 马明菩萨 第十四代祖师呢 龙树菩萨 第二十一代祖师呢 千钦菩萨 我们知道千钦菩萨 本来都是维世宗的祖师啊 但是在禅宗里面 依旧中他为这个禅宗的祖师 那么一直传到了第二十八祖师 那么一直传到了第二十八祖师 谁呢 一位杜江的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香港的电影啊 达摩祖师 对 菩提达摩到了第二十八祖师 他是古代印度的第二十八祖 但是是我们中原地区的初祖 那么菩提达摩的故事很多啊 他是从广东上岸的 广东上岸到了那个时代 梁武帝时期啊 他的国度 健康 就今天的南京 梁武帝那个时候 算是抽出满字啊 这个 武功刚胜啊 这种 这个雄翠大六之人 因为他本身又非常的信佛 所以呢 他一见到这个菩提达摩 就说他见了这么多的私悦 嗯 发了这么多的戒谍啊 这个允许很多人出家修学 那包括他自己啊 三次舍身到同胎寺出家啊 然后呢 让皇宫里边拿铁去把他输出来 然后这个天呢 捐个寺院 自己啊 穿的很简朴啊 吃的都是素食啊 我们知道 我们汉传佛教素食就是从梁武帝时候开始的 那之前呢 汉传的生日也都是吃肉的 那么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他问达摩祖师他有没有功德 达摩祖师是个直肠子的人了 其实他语言稍微婉转一点的话 善巧一点的话 可能就把梁武帝给度了 结果呢 达摩祖师现在一点功德都没有 那我们知道这位梁武帝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他觉得他功德很大了 但达摩祖师说他一点功德都没有 我们可以想象他心里的感受了 所以他觉得这个出家人不懂活法 然后呢就和他不说话了 那达摩祖师一看话不投机嘛 话不投机半句多 好了你也不说话 那我也走了 然后就渡江 然后继续北上 等到达摩祖师走了以后 这个梁武帝问志工禅师 那么他就把这个同样的问题 再问志工禅师一遍 志工禅师是他的果师啊 志工禅师一就回答 你没有功德 那梁武帝就起轨了 他说我做这么多的事怎么没有功德呢 梁武帝就告诉他 这个志工禅师就告诉他 功德是无为的 功德是出离三界的 功德是要成佛做菩萨的 功德是亲近的 而你心里边做完这件事情以后 你老是挂着 觉得自己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 需要别人来肯定 需要别人来表扬 需要别人来赞叹 还等着达摩祖师啊 或者说是志工禅师啊 给他办一个奖状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有为之心 那就是福德 依旧是三界轮回的福报 与出离无关 那志工禅师这么解释以后 梁武帝才知道 遇到高人了 赶紧派人去追啊 结果达摩祖师呢 已经渡江北上 到了今天的哪里呢 邵氏山 他去之前 那个地方就已经有一座 很有名的寺院 少林寺 所以 他在那个地方 就面壁有九年时间了 因为在北方一带 佛法还不是很显盛 大家的根基呢 也都达不到 达摩祖师要度的这种境界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二祖惠客大师出现了 这是传宗的第二代祖师 他听到 少林寺里面有这么一个贵人 坐在那边 一天到晚不说话 那就 从他自己这种 他的感知当中 他认为他是了不起的人 然后就去求法 那么二祖惠客求法 是这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 雪下得很厚 都觉得摸到西街了 他一直站在这边 合掌等达摩祖师 但达摩祖师一直是 坐在那个山洞里面 那么有些同学到 今天去少林寺 那个往上 往后面走一点 有一个达摩洞 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在 那么在那边 达摩祖师 他当然是感受到了 他知道这位年轻人求法的心 很热忱很热烈了 所以他就把身体转过来 本来是面壁的 把身体转过来 就问他 你来干什么了 那么惠客就说 我这个心不安了 求您了 人家给我安心 因为我们知道 惠客他年轻时候 有从军的经历 这个曾经也都是杀人如麻 这个当然都军队来说 他不得不如此 那后来出家 后来出家以后 一直是对这一段经历 对他的这种 个人的感受上面 还是心里面非常乱 心很难静下来 天天忏悔 依旧是心里面很难静下来 那达摩祖师弟说 你心不安 那么把你的心拿出来 我来给你安 那大家注意他们的对话 那么惠客大师这个时候 他就满身找心了 身内心未找心 他才发现 自己的身内 自己的欣慰 竟然呢 都找不到一个 心安利的地方 所以他说 我找不到我的心了 密心了不可得 那达摩祖师就 送口就说 我已经把心给你爱好了 那大家注意 那种禅宗祖师的这种 打疾风了 这种疾风 语言 如果说是你真的达不到 那种境界 我们就是完全在旁边看戏 台词给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 人家在说什么 为什么说是 当你找不到你的心的时候 那麽祖师说是 把我们的心爱好了呢 这说明就是惠客大师 那个时候他已经启认到了 我们凡夫的心是妄动的 我们的一切的认知 一切的感受 一切的起心动念 都是在我们的妄想上建立的 心在身内还是在身位 心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心在里边还是在外边 你要真的去找心 每一个心所安利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启认到 我们的妄心是不可琢磨的 我们的妄心是随着环境在转的 我们的妄心 随着我们的情直在转的 随着我们的喜好在转的 它根本没有这样的确定性 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等于是把乌庸剥开了一条缝 看到了一点点的真心 真心才是恒常的 是清净的 是不变的 所以当慧可大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达默祖师知道 这个年轻人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那慧可啊 本来他的法名叫神光 达默祖师给他改名叫慧可 知道他是可造之根基 所以就准备传法给他 那你的慧可大师这个时候 求法的心非常猛烈了 可以说是违法忘取 为了表达自己求法的决心 当场都断臂求法 砍下一条胳膊 这个就我们现在来说 觉得是血淋淋的 简直是不可思议 就这个人疯了 为了一句话 竟然把自己的身体呢 都能够悚伤到这么大的程度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古代的圣人 孔子都说 张文道西斯可耶 他真正明白了 明白了世间之道 明白了解脱之道 早上懂得了这个道理 下午让他离开这个世界 他都毫无遗憾 所以这种我们看到 这个传法的过程 都是充满着这种传奇色彩 也充满着我们常人 很难理解的 这些故事情节在里面 但是呢 又是非常真实的 那后来我们看到 慧可传的生菜 生菜传的道信 道信传的红人 五族红人传的六族惠兰的时候 那个时候惠兰都还没有出家 一个在家居士的身份 但是 惠兰当时他的善根 他的智慧 已经达到了这种开悟的层次了 能够看守法器的层次了 你看 读红人当时 在《诵金刚经》 应无所住 二生其心 其实和二次慧可大师 密心两不可得 毅力是一样的 那不要贪注于妄想上面 不要贪注于表面上面 要剥开永物见真心 见自信 那你看这个五族传法 给六族的四合 也都是半叶三更了 再来一个特殊的情形下 因为 他最出色的弟子 神秀大师 神秀大师下面门人很多 他们早就有认为 这个法医 这个法波应该是传给自己的师父的 结果竟然去被一个居士打跑了 那他们的弟子如果说是 知道这一点 那肯定是来以接受的 会引起很大的这种法门斗争了 所以半叶传给他 一般这个传法的信物给他呢 赶紧让他跑 所以我们知道 六族大师 十五年世界都是躲在猎人队伍里面的 都不敢说自己已经是得法之人 那么我们看的是这种 传中的传法 那其实包括其他一些宗派 天台啊 华言啊 这些传法的过程呢 它都是 基本上都是足足相传的 那它有一定的一个信物 一千加三啦 一个波啦 甚至我们知道 这个 在我们的这种 佛教的传承过程中 就说 十加十多把一波传给佳舍宗者 佳舍宗者在基督三入境 然后等弥勒菩萨传过的时候呢 把一波也交给弥勒菩萨 那都有这样的说法 那么 那净土法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那么我们所理解的 我们一般知道 初祖师 会员大师 二祖师 善道大师 会员大师 有交给善道大师 一个什么东西吗 就证明它是二代祖师吗 有没有啊 为什么没有啊 因为是观公占秦雄呢 两个不同的朝代 会员大师 生活在东晋 善道大师 生活在唐代 前后差了两百年时间 那所以我们 在这一点上 我们就知道 净土法门的传承呢 它有它的特殊性 净土法门的这些祖师呢 都是他们原基以后 他们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之后的这些四中弟子 中他们为净土中的祖师的 那么 在大棋上了解了这些传承的概念 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净土法门 我们一般所理解的 很多人一提到净土法门 甚至有些学者就会说 净土法门是 东晋时期 慧远大师在卢山东陵寺 是畅见的 是这样吗 慧远大师那个时候 从来没说他要创立一个净土法门 慧远大师 慧远大师那个时期 只是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念佛而已 求往生而已 慧远大师 甚至到我们知道 到善道大师时期 善道大师也没有说 自己要成立一个净土法门 所以净土法门 净土宗这个宗派的出现 是宋代时期才出现的 那慧远大师 他们在给各宗各配列祖师谱的时候 就起出了要净土宗 因为是以念佛求生净土为主 那么如果说我们谈 净土法门从慧远大师开始 也对 但是慧远大师之前这些念佛思想呢 从哪里开始呢 我们都知道 佛教是从古代印度 传到我们中土地区的 那么在古代印度 有没有念佛法门呢 那么我们有些同学 马上都会想到 有啊 佛说阿弥陀经啊 这不是在佛在印度说的吗 那就是没错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说我们推断 这个古代印度已经有了 净土法门的存在 但是为什么在佛注释的时期 乃至到正法时期 看不到有净土念佛法门的迹象呢 在释迦牟尼佛印花之前 前一宗佛在教导众生的时候 有没有教念佛法门呢 比佛师佛啦 基拉传牟尼佛啊 那这些过去的佛 那四七佛啊 他们也有没有教念佛法门呢 那么如果自由我们把眼光放开一点 放远一点 不要谈我们这个星球上面的事情了 不要谈我们所有世界的事情 在法界这些其他的星球 其他的岔土 有没有净土法门的出现呢 所以呢 要了解净土法门的源流 我们就从大的一个宇宙法界的概念开始 从宇宙法界开始 然后呢 到我们这个所有世界 我们的萨哈沃尔 再到古代印度 Asian India 再到古代中土 Asian China 我们从这四个部分 来一步一步的看看 净土法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好 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部分 聂佛法门的法界传承 在前面的这些净土经典的学习当中呢 我们了解了净土的根本五经一路 以及一些重要的相关的经典 那么在根本的五经一路里面 谈的都是净土的修学方法 释迦是从劝我们深信 劝我们发愿 劝我们启行 等等 那么从一些相关的经典里面 我们了解到 这些很多的大菩萨 非常了不起的这些大弟子们 佛的师大弟子们等等 他们的素士呢 曾经都以修学念佛法门 作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修学方式 甚至我们也看到 释迦世宗在他的父王 晋泛王 晚年的时候啊 回到他的故土 像他的父亲和他的姨母 以及释迦族的这些皇宫里面 这些贵族啊 介绍的依旧是念佛法门 那我们很多同学 在读到这部经的时候 《观佛山脉罕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 释迦佛也是孝子啊 那甚至父亲 你看往生以后 释迦佛都有去抬观墓啊 作为一个儿子的身份啊 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年纪大了 一生也都是忙于政务啊 他的父亲也是一个非常慈悲的国王 也可以说是爱命如子啊 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父亲 能够去一个非常光明 非常殊胜 非常圆满 非常不可思议的地方 希望自己的父亲 能够早日成就 早日解脱 甚至早日成佛了 所以他要把最简洁的 力量最大的 短期之内 修学即可成就的 念佛法门 介绍给自己的父亲 作为一个国王呢 特别是年纪大的国王 精力已经非常有限了 你要修修其他法门 完全都是来不及了 你要一千大万忙于政务的话 你根本也没有心释放在修学上面 心静不下来啊 所以最方便的 最容易解脱的 最容易修的 见相最愧的 依旧是念佛 所以我们看他处处都是 劝自己的父亲 念佛 发愿 求生 监督 那在这些弟子的对话中 我们也看到 文术菩萨 阿滥宗哲 采手菩萨 都谈了自己素食修学 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功德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智慧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记忆力 都是因为念佛的缘故 那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念佛会越念越笨了 念佛会越念越聪明了 念佛智慧会越念越增胜了 越念越增上 那么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当然 如果说以我们的思维 也有我们的科学验证 放一个卫星出去找 也找不到 那么我们依旧还是从 佛陀的经典里面找答案 在大书经典里面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 这也是唐代时期翻译到我们中土地区的 其中有一章 叫大师之菩萨念佛原童章 那么在念佛原童章里面 谈到了有这么一段话 说我亦往西 横河沙节 有佛出世 明无亮光 十二如来相继一节 其最后佛 明超日月光 彼佛叫我 彼佛叫我 念佛三昧 大师之菩萨 那么这么短短的几句话里面 我们会看出来 大师之菩萨 得圆通 得不退转 是通过修念佛三昧而得到的 那么在论言法会上 当这些大菩萨 以及佛的这些大弟子们 都来对与会的大众 宣说自己得不退转的法门 像关于菩萨的儿根圆通法门等等 那么隆到大师之菩萨的时候 那么一共有二十五位弟子 出面宣说 大师之菩萨排在第二十四 观音菩萨排在最后 压后压尾 那么大师之菩萨 对与会大众说是 恒河沙节以前 恒河沙节 不是恒沙年 不是恒沙天 是我们最大的时间单位 结 在法界中 有一宗佛出世 叫无量光佛 那我们知道 无量光佛是 无量寿佛的名号之一 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 那么这种佛呢 以十二如来相继一节 就是以十二光如来名号相继印画 前后呢 有一节的时间 那么最后一种佛叫超日月光佛 那光明持圣普格斯异 超日月光 那么是这种佛 叫大师之菩萨念佛的方法 得念佛三昧 得不退转 来至到等觉菩萨位 那么从这段短短的文字里面 我们会发现 念佛法门的出现 在释迦世中 成佛之前 就在法界中 已经传播很久很久了 念佛法门出现 也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事情了 在其他的法界里面 其他的星球里面 早就有了念佛法门 但是我们从大师之菩萨的诉说里面 我们会发现 如果说 要在法界里面 找一个最久远的 传承念佛法门的这样的菩萨 那我们勉强可以说 是大师之菩萨 那所以印瓜大师也说 如果说勉强要安立一个法界的念佛 和弗法门的出祖 那应该就是大师之菩萨了 那么我们一般对于观音菩萨比较熟悉 因为观音菩萨和我们所有世界的众生非常有缘 因为他的二根源通法门 他的普门品 很多人都能够倒背如流 但是我们对于大师之菩萨呢 就比较陌生 为什么呢 一般大家对于比较慈悲的菩萨呢 都比较喜欢 对于比较威门的菩萨呢 都有点进而远之 那我们在接触佛教之前 很多人就已经认识观音菩萨了 一谈到观音菩萨 它就是慈悲的代表 当然 这种慈悲不是软弱的代表呢 它也是有方法的 也是有智慧的 所以观音菩萨的无量验声里面 我们看也有将终身的 知道有些人 你跟他慈悲他不轻化了 慈悲没有作用呢 所以他也要慈善维门一下 但是从总体来说 他慈现这种女性的身份比较多 女性是比较柔软一点嘛 慈现这种身份呢 是众生容易清净一点嘛 但并不是说是观音菩萨就是女性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有些刚学佛的朋友 总是问 观音菩萨到底是男的女的 佛菩萨是无相 你需要他以什么相出现 他就显现出什么相来度化我们 那么如果说是观音菩萨是以慈悲做代表 那么大师至菩萨呢 你看我们看他的名字 是 是 是什么意思呢 威门的意思 刚强的意思 精进的意思 所以大师至菩萨也叫得大士菩萨 也叫大精进菩萨 那么对于大师至菩萨 关于《五量寿经》里面 描述是比较详细的 《五量寿经》里面谈到要观想 阿弥陀佛的身相 之后呢 观想观世音菩萨的身相 再观想大师至菩萨的身相 那么从观想过程中 因为这些观的都是佛和菩萨的报身相 所以观世音菩萨 说这个大师至菩萨 但见此菩萨 一毛孔光 即见十方 无量诸佛 精妙光明 四顾浩子菩萨 名 五边光 这个大师至菩萨呢 他一毛孔所放的光明 在这种光明当中 我们能够见到十方 无量 五边的诸佛 精妙光明 就是他这个光明 是非常殊胜不可思议的 所以呢 大师至菩萨也叫五边光菩萨 你看一般这种出现 菩萨出现的时候 他都是表法的 七方三圣虽然说是三 但是他是三二一一二三的 那其信四一 那么当阿弥陀佛为主的时候 观音菩萨代表慈悲 大师至菩萨就代表智慧 观音菩萨代表静和柔和的一面 那么大师至菩萨就代表动和阳刚的一面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不管是东方才人 还西方才人等等 这些一般这种 一佛两菩萨的出现 他都表达的毅力啊 都是有一定深度的 都是有一定深意的 不是说三个人站在那边 可以爬起好玩聊天 他都是代表着 针对不同众生的根基 以及与不同缘 缘生缘浅 或者是与这种菩萨有缘 或者与那种菩萨有缘 不同的缘 度化不同因缘的众生 那么当关于菩萨表达这种慈悲的意愿 大师菩萨马上要表达这种智慧的意愿 那就是光有慈悲是不够的 一定是要有智慧的慈悲才是真慈悲 没有智慧的慈悲叫烂慈悲 叫烂情 那没有智慧的慈悲 你也度不了众生 甚至可能处处被人欺负 那一定要智慧 或者说当关于菩萨表达慈悲的时候呢 大师菩萨是表达慰悶 那表达阳刚 所以佛法里面常用折射病用 那折腐加威慑 那折腐用慈悲来折腐 但是射受 要用什么来射受呢 那有些种生态非常刚强 你必须要用非常的手段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佛菩萨形象的出现 它都是有表法的意思在里面 那么大师菩萨是以智慧光 普照一切 令离三途 得无上力 四顾好此菩萨 明大师之 他的智慧光明 能够普照法界一切众生 令闻到大师菩萨名号的众生 或者说闻到阿弥陀佛名号的众生 能够离开山土 并且得不可思议利 所以他以这样的威猛力 叫大师之 那么此菩萨千贯有五百宝花 这是坦大师菩萨的形象 一宝花有五百宝台 这是他的报身像 一一台中十方祝佛 所尽妙国土广常之相 皆与中现 就是在大师之菩萨所戴的千贯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地方 大师菩萨戴他的帽子 那千贯如果说是有些同学去过普陀山 如果说你看普吉寺或者法语寺 正中间供的不是释迦佛 正中间供的是观音菩萨 他们也将正法名入了 那么他的千贯上面做的是阿弥陀佛 那么如果说大师菩萨 一般如果我们去江苏的兰通广教寺 这是大师菩萨的樱花道场 他的主殿供的是大师菩萨 那么他的千贯上面中间是一个宝瓶 这个大师菩萨他的千贯上有五百宝莲花 那么一一宝花中 花上面也有各种宝牌 那一一台中这些宝牌当中呢 能够把十方一切佛的岔土 不管是他的有多广有多岔 这一切岔土的相对全部都能够射受过来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想见十方国的岔土呢 只要看大师菩萨他的宝 他的天贯上面 他的帽子上面就能看清清楚楚 并且说大师菩萨顶上肉脊如波头磨花 与肉脊上有一宝瓶 甚至光明 浮现佛世 他的肉脊 肉脊像是智慧像 所以我们修行里的儿童佛学班叫妙脊 就是孩子也要从开智慧学起 跟佛学佛的智慧 那么大师菩萨他的肉脊呢 是波头磨花 红色的莲花 肉脊上一宝瓶 宝瓶里面呢 圣注光明 这个是他得等觉菩萨位以后啊 他宝瓶里面是光明 但是最初在阴地的时候啊 他的宝瓶里面放的是父母的骨头 那所以我们常说 观音为诗境 宝观戴弥陀 诗智为清孝 顶戴父母骨 那观音菩萨 门阿弥陀佛开示啊 那这是他的有一个俗世的修修过程中 门阿弥陀佛开示 得不特转菩萨位 所以呢他感恩戴得 对于阿弥陀佛 这种施恩啊恩德 时时刻刻不忘 所以他的牵贯上面 顶的是阿弥陀佛的佛像 那么大师之菩萨呢 他在阴地修学的时候 阿弥陀佛为他开示 让开示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德了 让恩德四海 我们都无以为报 但是那个时候呢 大师菩萨他的父母亲 已经不在了 已经过世了 所以呢他把父母的骨头 遗骨 就用瓶子装起来 装起来呢 一直是顶在自己头上的 用这种孝行 然后呢自己的修学 自己诵经 这一切功德都回向给父母 那到他成等觉菩萨的时候 他说 父母亲的遗骨自然的画面光明了 所以他说是 由于保平 圣主光明 浮现佛事 并且在光明当中 能够借祝佛度化众生之时 以及一切众生需求的时候 他说啊 菩萨都能够似现 到他们面前 去似现各种佛事 去接引他们 那么观景里面接着说 此菩萨行使 十方世界一切震动 当地洞处有五百亿宝花 一亿宝花 庄严高显 如极乐世界 此菩萨坐时 七宝佛陀 一时动摇 这都是谈大师之菩萨的威猛 所以我们在藏传佛教里面 曾经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这个时代的众生 特别以后的众生 这些众生越来越难度了 观音菩萨的慈悲法门 都没有办法了 自能请大师的菩萨出来了 那么以这种说 菩萨在行走时 精行使度化众生时 这十方世界都感受到 他这种威猛势力的震动 但是地洞之处呢 会伸出五百亿宝莲花 这种宝莲花 非常地高大 非常地闲耀 就像极乐世界的莲花一样 那么大师之菩萨坐的时候呢 七宝佛陀一时动摇 都有一种地动三摇的感觉 当然不是地震啊 就是大家感受到 这种菩萨他的威门之下 他的功德之力 他的威慑力 那么在《四义凡天守宫经》里面 也谈到说我投足处 那就是大师之菩萨 震动大前进魔宫殿 也顾免得大师 他在举手投足之间 动身之间震动大家世界 也震动魔王的宫殿 为什么会震动魔王的宫殿 那我们看到在观经里面谈到 大师之菩萨 时时刻刻在护念 在设受十方法界 十方刹土的念佛之人 时时刻刻在接引这些念佛的众生 到极乐世界 在《四乌圣经》里面也谈到 念佛之人大师之菩萨 以及其他二十四位菩萨 每时每刻都在暗中 引护我们 暗暗之中都在保护我们 让我们没有恶赖 那我们知道 三界都是魔乡了 你接一个人出去做菩萨做佛 魔乡的子民就少一个人了 他的人数得减少 所以魔王得大部位 对于大师的菩萨 非常恐怖 好 那么我们详细来看 了解大师菩萨以后 看看《楞严经》里面这些 具体述说 大师菩萨得圆通法门 得念佛圆通的这些文字 那么《楞严经》的大师菩萨念佛圆通章 是这么述说的 大师至法王子 与其同龙五十二菩萨 既从做齐 鼎礼佛足而被佛言 这个大师至法王子 什么叫法王子 厚补佛位的 叫法王子 所以我们知道 大师菩萨以后 也是一样在极乐世界成佛的 叫善知公的保王如来 那么所以是以法王子的身份 与他同龙的 一起的五十二个位次的菩萨 五十二个位次的菩萨 就是无量无边的菩萨 从实性啊 实柱啊 实行啊 实慧相啊 实地啊 等觉 妙觉菩萨都有 那么他和这些菩萨 不同层次的菩萨 从做齐 顶礼佛足 顶礼佛足 这是最庄重的 最恭敬的礼节 然后对佛说 这个是念佛袁同章的 开始 这个以这种大师菩萨王子 顺顶这些五十二位次的菩萨 向佛顶礼 这种礼仪开始 作为念佛袁同章的开篇 然后就说 我以往西恒河沙节 有佛出世名无量光 在往西恒河沙节之前 有一种佛出世 叫无量光佛 他曾经以十二如来的名号 相继一级度化众生 那么最后一种佛叫超日余光 这种佛呢 叫我念佛三脉 那么在这些大师菩萨 谈这些时候我们都知道了 在前面我们学习这些 净土的相关经典的时候 我们也谈到 两项大师菩萨啦 观音菩萨啦 阿弥陀佛啦 曾经都是 这不是一次的这一期印花 你看在《悲华经》里面谈到 阿弥陀佛曾经是做转龙圣王的时候 他以转龙圣王的身份出家 在宝藏入来做小出家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有很多小王子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经典里面总是谈 一千小王子 五百小王子 我们觉得啊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王子啊 其实我们看看中东一带 有些阿拉伯国家 有些一个国家也有好几百个王子了 这个在古代社会 这是很普遍的 那么那个时候 你看在宝藏入来做下 阿弥陀佛是无正念转龙圣王 那么无正念转龙圣王 他的第一个太子 就是后来的观世念菩萨 那第二个王子呢 就是大师之菩萨 那第三个就是文术菩萨 那第八个是普贤菩萨 所以在那个时期的一七云荒中 也是以一家人的身份出现 那一家人也是一般人 一般道友 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些扮父亲 有些扮儿子 有些扮反对派 天天给你刁难 那么这一次当中呢 你看 这是有无量光复 那这个是很久远节之前 他这种修正的过程 他曾经以这种十二光如来的名号出现 这种十二光如来 相继印划有长达一截的时间 那么什么是十二光如来 那么 那么 我们知道 无量光佛是 无量寿佛 他的大用的表达 我们谈无量寿是谈阿弥陀佛之体 谈无量光是谈阿弥陀佛之用 谈无量寿是谈阿弥陀佛的技的功能 谈无量光是谈阿弥陀佛照的功能 寿是信德 光呢 是由信所显发出来的作用 信是静 光呢 是动 用我们这个民间的话 就说信 信德 无量寿是谈 静子的 音的一面 如果说是谈这个无量光呢 是谈阳的一面 音阳本来是一体 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除无量光以外还有 无边光 还有 无爱光 还有 无对光 还有 阎王光 还有 清静光 还有欢喜光 还有智慧光 还有 不断光 有蓝丝光 有无成光 最后是 超日月光 那这个是在无量寿经里面所出现的 阿弥陀佛 以十二光如来 四地在法界中印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大师智佛祂所遇到的是阿弥陀佛 那以奇影化大中最后一种佛叫超日月光佛 那就说明他的光明非常的赤身 那光明赤身是代表他的智慧非常不可思议 那智慧超越一切了 智慧能够穿透一切了 智慧能够仔细我们的一切烦恼 那么他在超日月光佛的座下 学习念佛得念佛三昧 这个念佛三昧 我们谈三昧 三昧是一种大定的境界 在佛所教导的三昧定理当中 有很多种三昧 那么不同的三昧呢 有不同的作用 那么有些是断除贪欲的 有些是断除称恨的 有些是断除淫欲的 有些是断除疑惑的疑心的 有些断除我慢的 那么唯有念佛三昧叫三昧中皇 能够断我们的种种烦恼 除种种过障 所以得念佛三昧也叫得佛力三昧 就是真正得念佛三昧 随时随地可以见到十方祝佛 那么在我们佛教历史当中 你看我们有一位祖师叫天堂智者大师 他在宋持法华的时候 背法华的时候 就是要往菩萨本师品 读到那一篇经文的时候 他契入法华三昧 契入法华三昧的这个境界当中呢 他见到释迦世宗 还在假法华间 所以上周的讨论课 有些小同学问 为什么阿弥陀佛会涅槃 昨天的课程我们正好也在谈这个一题 阿弥陀佛有涅槃吗 释迦世宗有涅槃吗 那所以涅槃是看对谁而言的 如果说是你契入到念佛三昧 契入到法华三昧 释迦世宗依旧在说法 你想听什么法 这种佛的献天为你说什么法 如果说我们契入不到这种境界里面 我们看佛有涅槃 针对我们不同的根性 佛要实现不同的相状 不管有涅槃还是没涅槃 都不影响这种佛他本来的起性 所以对我们反复众生来说 我们觉得释迦世宗在这里硬化八十年 甚至在有些世俗反复当中 他已经死了 他死了吗 他这一期的硬化事情做完了 注射隐蔽了 所硬度众生皆以得度 所谓度的已经种下了得度之源了 他工作完成了 他离开了 那么他化现成什么其他的形象 在我们身边度化中 度化我们 我们知道吗 我们眼拙了 我们哪个人 他又化现了其他的形象出现 但真正来说 这一期的硬化出现 是对我们这些有生死的反复而说 对菩萨呢 如果说从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的眼睛看 释迦世宗有涅槃吗 他们看 他这一期的戏唱完了 收场了 米罗 然后威摩拉下来 塞尤拉拉 好了 只是这一期的 这一期这一个工作完成了而已 这个project结束了 新的project又开始了 所以我们看站在什么样的层次 是谈涅槃 所以善道大师有个概念 涅槃不涅槃 真的还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话题 这完全是佛的境界 毅力一样 那么所以 我们刚谈到人得涅佛三位 你看在极乐世界 在《关于受集经》里面也谈到 得涅佛三位 你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 这说明阿弥陀佛 对于不同的众生 实现不同的涅槃相 对于一些想见他 他们还得让他见到 对于一些如果说是 看不到阿弥陀佛不能得度的 他就先不限出 这种庄严的色身相出来 对于一些需要他说法的 他就先说法相 对于一些是实现这种 做各种佛事要度他的 阿弥陀佛是也做佛事的相状 涅槃的相状很多 也是有无穷无尽 大的来说是有无奈 但真的是无穷无尽 那么我们详细来看一下 那么刚才我们谈 阿弥陀佛 他的本体是无量寿 因为一切是以寿命做载体 无量寿是我们亲近的自信 无量光是我们自信的照用 其他的十二光 都是从无量寿 彰显出来的 无量寿佛 或者说阿弥陀佛 无量寿佛是我们每一个众生 都本来具足的 那我们本具的无量寿佛 我们本具的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和释迦佛 没有差别 那都是亲近 都是圆满 都是不生不灭 不苟不尽 不尽不尽 那么在无量寿佛 硬化的过程中 他首先以无量光 无量光的这样的名号出现 光明是智慧像 光明能够破除黑暗了 所以这千年暗是一光尽明 我们慢慢长夜 我们想要求解脱 我们想要求处理 我们需要一个掌灯的人 指引我们方向的人 而三界里边 能够指引我们处理的 自由佛告诉我们的方法 这叫正道了 这叫解脱道了 而这种方法 是经过十方祝福证明的 经过无数的菩萨 无数的祖师 实践证明的 你看这种方法 从小传来说 这四圣地啊 八正道啊 十二姻缘啊 这些基本的 从大传来说 六度啊 五明啊 十大愿亡啊 十度啊 等等等等 都是通过这些道 正道达到道国 那如果说是没有 十家世宗 告诉我们这些方法了 三界永远是黑暗的 我们是永远走不出去的 正是有了这些道 有了这些光明 我们才能得到解脱了 所以无量光 有不可思议的智慧力 通过光明的照射 光明的弥散 传达度众生的信息 这种光明就像现在的 无限电信号一样 所以你看我们看 阿弥陀佛为什么发四十八月里面 他成佛以后 他放光 那不像我们现在有一个 什么科研成果啊 我们要发射信号 让大家知道 拍个电视让大家知道 佛成佛以后他放光 让法界里面 其他的佛察图的佛都知道 那么其他这些佛 第二次都是光明的信息 以后就是 哦 阿弥陀佛成佛了 并且阿弥陀佛在发愿 没有成佛之前 就有一个本愿 他希望十方祝福 都做他的宣导员 第十七愿 祝福成名赞叹员 他成佛以后呢 十方祝福自然而然 都会宣说极乐世界的庄严 自然而然都会劝勉 他做下的众生 发愿求生 吸发极乐世界 所以光明里面包含着 不可思议的信息 这个可能我们搞这些 高等物理的同修了 应该是有这种概念 你这无限界信号传出去以后 那个信号里面 它是包含着信息的 它需要解码 会知道这些信息 那么佛的光明放出去以后 也是需要和他同等次的人 去解码 知道这些信息 那么对于我们凡夫众生 我们只要心愿念佛 念佛的名号 具足心愿 就能接受到佛的这些信息 接受到佛的光明 那就能得佛加持 这就是与佛同频道了 没有隔离了 那么这叫我们两光 那么无边光 在我们反复众生当中 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总是偏于两边 做任何事情 总是有对错 总是有段有有长 段见和长见 特别是这两种见解 对于我们的修学 造成了非常大的障碍 好的境界 好的环境 舒适的环境 希望它永远保持下去 突发的世界 不舒服的东西 不喜欢的人 希望它赶紧离开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一切都是有因果的 如果说是我们生气因果的话 对于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们都会坦然接受 因为一切事情 一切的偶然现象 我们认为的偶然现象 后面都有千丝万律的因果关系 一切的人事 我都是如此 那么实现无边光 就是去除我们的这种边界的 不要偏于两边 要有中道的智慧 如果偏于两边 我们说的就是go extreme 偏执 go extreme 如果说是它能够体会到 自己走偏了还好了 如果说不认为自己走偏了 还认为自己很有理 自己的知见是正确的 那就比较惨 永远走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真的是要多念佛 祈求佛加倍了 祈求佛光射受 得中道智慧 去除边界 无碍光佛 无碍光没有障碍 太阳的光明 以及我们这些人造的光明 电灯的光明 它都是有障碍的 有雾气一遮 它就透不过去了 佛的光明 一切都遮不住 能够透过一切有障碍的东西 特别是能够穿透我们的烦恼 那太阳光 其他的光明能够带来我们 给我们带来温暖 但是呢 解除不了我们的烦恼 佛光明呢 是能够穿透我们的烦恼 激发我们的清净自信 让我们的烦恼 让我们有惭愧 有忏悔 让我们能够坚持正道 让我们能够静静不懈地走下去 所以 无碍光对于我们的作用非常重要 不管是时间法 还是初时间法 应该做时间的学问 做时间的技巧 或者是一门技术 或者是我们来养家糊口的一项工作 那如果说这项工作 我们做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满足感 一种快乐 我们做得还是很开心的 如果说这项工作 我们感觉只是一项工作 真的是 只是把它作为一件 这一天必须要忍受的一件事情去做 但做得很痛苦 那学佛也是如此 如果说是我们在读经过程中 诵经过程中 文法过程中 思维佛法过程中 我们能感受到发喜 感受到快乐 那这就是很好的reward 让我们能够继续向前的动力 如果说我们学佛多年 依旧是烦烦烈烈 实在是学不下去 没有办法 感受不到任何佛法里面的兴趣 佛法里面的浩药 也感受不到佛法里面的清凉和智慧 那学佛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 如果说是真正感受不到佛 这种法喜 我们还是念佛上面多下功夫 就说明我们的障碍太重了 佛的光明一直是我们 没有办法清除 接触不到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以至诚心 以惭愧心 以忏悔心 以这种稀有心 难得心 报恩心来念佛了 你真的是感受到佛光 对我们的事 我们当下就能感受到佛乐 对念佛里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那么无对光 这个无对光佛 他以这种名号的出现 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对待心 我们对待心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 生生世世 龙转的厚重的习气之一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世间 互相治愈 这个世间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 那这个世间为什么不平等 这个世间为什么有动乱 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斗争 就是因为有对待 这种对待就是贫富的对待 善恶的对待 黑暗光明的对待 等等等等 这相对的东西 然后不管在一个国地社会 还是一个国家 还是一个团体 都是如此 那特别是我们这个世界 也有佛和魔的对待了 那一个地方你看 正气足的时候 邪气就起不来了 但是邪气足的时候 正气就起不来了 那我们耐心也是如此 我们耐心为什么不平衡呢 不能balance 就是因为我们耐心里面 一会这里高 一会那里高 我们自己的知恶 我们自己的知见 障碍了我们心 平静不下来 我们的心就处在这种对待当中 和这种人士 就是反正一接触以后都是对立的 那没有合和在一起 那总是有你我 总是有不同阵营 所以这种佛 以无对光 阿弥陀佛以无对光 各样的名号出现 只要是相处众生心里面的障碍 相处众生心里面的对待 入到一 大家是一 大家和和了 这种矛盾就没有了 心里面就平衡了 内心里面就安宁了 那么后面 阎王光 阎王光 这个是一般 佛的脚底放光 是照地狱界 那一般的光明 菩萨的光明 很多都穿不住地狱的阴暗 佛光明 能够照到最暗处的地狱 那也就是说 能够度最苦难的众生 那佛光明 也能够穿到 我们心里面最阴暗的地方 众生的喜气呢 总是有很多人 有很多这些 见不得光的东西 那么阎王光 阿弥陀佛以这种 阎王光的名号出现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发露 对惭愧心 忏悔心 回头是爱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都是希望我们 要多念佛 念佛会得到这些功德 我儿说 天啊 清静光 佛号里面有清静的智慧 清静的光明 是对峙我们的贪欲 特别是对峙我们的欲欲心 这就是念头重得似乎了 多念佛 欢喜光对着我们的诚恨性 对立了心了也死了 嫉妒自心了等等 还是要多念佛 智慧光对着我们的愚痴 对着我们的看不破 对着我们的执着 对着我们的放不下 那有智慧 这一切都能破除了 不断光对着我们的懈怠和放逸 那你看我们在共修的时候 我们进行一天 进行将近十二个小时了 那以前我们曾经打佛气 我们七天进行 都是每天十二小时了 那如果说念佛的时候 没有这种佛光 不断光对我们的压迟 那要走起来也是很辛苦的 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你走十二个小时 你很轻松 并且第一天第二天 第三天就已经得享受了 你要换一个其他东西 你念念试试看 你念桌子 你念个三千 七千试试看 你念香蕉 念个七千试试看 这个时候你都感觉到 什么叫不断光的加持 佛光的加持 那这个完全是不一样 那么这个前面这九种呢 都是从佛光的功能上来讲 那么后面还有蓝丝光 这种光明的功德利用 完全是超出我们凡夫的思维的 无成光 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赞叹 用明相去描述 超日月光 这光明超胜一切 所以 阿弥陀佛曾经在法界当中 以这十二光如来的名号 四地映画 那么最后一宗超日月光火 叫大师之菩萨 念佛法门 大师之菩萨通过精进修学 得念佛三美 好 接着看 那么圆团章里边 接着就谈到 譬如有人 一专为一 一人专旺 如是二人 若坟不坟 或见非见 二人相依 二人一念身 如是乃至 从生至生 同于形影 互相归异 这里是 先用第一个比喻 比喻佛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第一个比喻呢 叫亲友谊 所以这有两个人 一个人呢 专门想另外一个人 一个人呢 忘得一干二净 从来不想这个人 这表示什么呢 我们曾经和佛 都曾经在一起修学过 我们是道友的关系 是朋友的关系 那么佛呢 每时每刻都想着我们 我们呢 把佛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这两个人 焚或者是不焚 见或者不见 二人相依 二意念身呢 其实我们都是和这些佛 佛祖曾经在一起 都修学过 曾经也是 生生世世都在一起过 但是这种情形 我们都忘记了 我们熔络得太久了 我们满面尘埃啊 我们以为 我们就是我们 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曾经的道友 我们曾经的朋友 他们已经成佛了 成了我们 鼎里膜呗的对象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来 我们更加与佛 感觉隔得太远了 于是呢 很多就自暴自弃 觉得自己没有希望 但是我们把佛这个老朋友忘记了 佛这个老朋友 并没有把我们忘记 那么这里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说 我们自信本居的佛性 我们自信本居的这些 一切功德智慧 虽然说 在我们无量节的流转过程中 我们的生气变化是千百亿次了 一会儿是这一道 一会儿来一道 一会儿这个形象 一会儿那个形象 众生种类不可思议 什么样的苦 我们都受过了 什么样的疲 我们什么疲劳 我们都钻过了 我们都忘记了而已 但是不管钻什么样的疲劳 不管在哪一道 我们自信本居的佛性 并没有失去 只要我们音乐的回光反照 我们的佛性就能放光 我们的佛性是我们的亲友 每时每刻都没有理会过我们 同于形影 从生至生 互相回忆 就像我们影子一样 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我们 只是说我们不愿回归而已 佛性永远在那边 但是我们想不到我们有佛性了 我们现在都看到我们的 是这么一副样子而已 我们曾经也都三十二小巨族 八十岁也好巨族的 那这是第一个 亲友欲 第二个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一子 若子桃氏 随意何为 子若一母 如母一时 母子必生 不相为远 十方一切祝福 敏念这所有的众生 都像自己的独生子一样 那么佛看到我们在三界里边轮回 三界里边轮转 这三界里边贪玩不想处理 就像一个母亲 思念 从家里边悄悄地走出去 这又被探玩的孩子一样 母亲急死了 孩子都会被玩得不一乐 把母亲画得一干二净 根本不想回家 那么佛看我们这三界里边也是如此 贪于眼前这些深色圈吗 贪于眼前这些五一六成的享受 不知道无常随时随地都会到来 所以佛每思每刻都念着 我们希望我们处理 但是我们不念佛 如果我们也能够因念的回光伴障 子若一母如母一死 如果说我们能够想到母亲的慈悲 想到母亲的着急 想到母亲这一门忘归 希望我们赶紧回家 这就像我们想到佛希望我们处理 那么这一念就能够佛思念我们的念头 希望我们处理的念头 就能够相应 母子立生就不相为缘了 当下就能够与佛心相应了 佛念我们我们不念佛 我们只要一念回心念佛 当下就能与佛心相应 与佛心相通 好接着我们看说 如果众生心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取佛不愿 就是大师菩萨 与众心肠的劝勉 这样我们心里边 一佛念佛 一佛就是想佛 这个我们就是平时当中 你看我们可以反观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一天有多少时候在想佛 那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那梦一下自己 如果我们能够与佛念佛 现前或者当来必定见佛 那去佛就不远了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想佛念佛功夫重熟啊 自然会得定 这不需要其他的方便方法 这不需要其他的法门 其他的善巧 自然就开悟了 那或者说我们一佛念佛 到极乐世界若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你要念佛功夫重熟啊 在这个世界就能开悟 就能得智慧 就能得大地 念不到那么重熟的境界 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 花开见佛物无神啊 那当下都是 这一切智慧的具足 因为烦恼已经扶住了 如染香人生有香气 此则名曰香光庄严 这里再用一个比喻 天天做香的人 或者是跟香水打交道的人 卖香水的或者做香水的 你看 因为他天天跟着打交道 他身上都有香气嘛 那么念佛之人呢 因为佛号里边有香气啊 佛号里边有光明啊 所以我们念佛 我们身体也有香气啊 我们身上也有光明啊 这叫香光庄严 以佛香 以佛光 来庄严我们这个粗陋的身体 那也就是说 我们念佛 一心一意的念 具足心愿的念 至成的念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佛生的 我们这个身体 时时刻刻都在放光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联斥大师说 念佛之人 有四十粒光明随身啊 还怕什么天魔味道啊 还怕什么走夜路吗 你走到后面 你前面走后面 都是有很多户房 菩萨都跟着你的 非常的殊胜 那么最后 这个大师菩萨就说 我本因地以念佛心 入无僧人 我是因为以念佛之心 得无僧法人 得不退转的菩萨为赐 经于此界 设念佛人归于净土 那么今天呢 我在这个世界 专门设授 保护念佛之人 让他们信心不退 那么到他们念佛因缘 功臣的时候呢 再接引他们 和阿弥陀佛一起啊 建议他们 回归到净土 那所以我们就 非常的安心了 大师之菩萨 从生到死 那从我们念佛 开始的这一天 到我们生命 结束的时刻 每时每刻 都在我们身边 舍户我们 那他就是我们 最好的道友 最好的圣友 佛问远通 我无选择 都是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四为第一 那么佛问 得远通的方法 就是得不退转的方法 我无选择 我没有选择其他 那么我 得远通的技巧是什么呢 念佛的技巧是什么呢 那么这里 就是大师之菩萨 通过他自身的修学经验 告诉我们 如何去念佛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眼耳鼻舌身 一这是六根啊 我们凡复众生 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眼耳鼻舌身 等等都是相位的 那眼睛看 喜欢看的东西 耳朵亲喜欢牵的东西 舌头长喜欢长的东西 那等等都是如此 那么现在把这些东西都 全部收回来 那我们就收心设心了 收回来干嘛呢 敬念相继 什么是敬念呢 念佛就是敬念 那么六根要设 很麻烦了 那么多 我们只要设舌根 设耳根就好了 要舌根耳根一设住 一根就设住了 其他的不设自设 那么怎么设呢 我们一心一意念佛 这个念佛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鼓励 除静坐的时候 你可以默念 其他时间呢 都可以出声念 出声念呢 自己念 自己听 自念自听 摆门门自信 自己念清楚 自己听清楚 就说明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意识 在佛号上面 就说明这个时候 我们的专注力 还在佛号上面 如果说我们念着念着 我们自己已经不知道 阿弥陀佛不想念成什么了 那说明 我们已经思维 意识不想跑那里去 所以这个是要赶紧再回来 再把耳根设回来 用轻的方法 轻自己念佛号 念清楚了 一根其他的根 全部都设住了 所以这也是 燕光大使不断强调的 叫我们设心的方法 那如果说我们这样念佛 敬念相继 持续下去 相继 不间断 毕命为期 肯定能得三摩地 得大定 得三美 这是他所修学的方法当中 第一殊胜的方法 这也是大师之菩萨 推荐给我们 这些众生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 其实在用起来 是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实用 只要用轻一个字 其实轻一个字 就可以掌握全部了 大家可以下去多试试 你自己独自念佛也好 还是跟大家一起念佛也好 在念佛的过程中呢 注意轻自己念佛的音声 注意轻 就说明我们能够摄出心 我们轻不到自己念佛 就说明我们的心跑掉了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 念佛远同章的文字很短 244个字 但是呢 把净同念佛法门的渊源 拉到了非常久远 不可思议节之前 也让我们思考 阿弥陀佛难道真的 这是这一次的成佛 十节的佛吗 那我们在阿弥陀佛经里面看到说 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十节 这一次的成佛 那从大师之佛上 这种事说来说 其实阿弥陀佛也是 久远不可思议节 以前已成的一宗古佛了 在那样久远不可思议节 以前已经在传播 念佛法门 那我们又在想 那阿弥陀佛 他的久远不可思议节 之前他的念佛法门 又从哪里来的 那这就是佛法的宇宙观了 没有开始 无权无尽 你永远找不到第一因 所以我们说 只能勉强说 大师之菩萨是我们 法界中 尽宗的出作 法界中 尽土的渊流 我们勉强说 是从大师之菩萨开始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 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一起来回响 愿香本节 诸业障 愿德 福慧日增长 愿尽此生 书作婆 愿佛 皆宜 生埃养 好 那么阿弥陀佛 大宗起立 大宗向法 就前三位去